财不实 财有内财有外财 外财是钱财物品 你是谁个需要的人 内财是我们的体力 我们的劳力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精神 时间 这个都是内财 像现在道场里面所说的义工 我们到道场里面来服务做义工 内财不实 内财不实 得的国报比外财殊胜 外财他有钱 他拿钱来布实 他人没有来参与工作 所以比不上道场的义工 道场里面做义工的时候 比那个外面出钱来 护持道场的人功德还要大 这个道理要懂 但是也不容易 为什么呢 道场人很多 看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心里一生气 功德全没有 全光了 活上我功德灵 一定是 一定要记住 有普贤德了 那功德就决定是不会失掉 所以既然到道场里做义工了 千万不要火烧功德灵 那你的亏气吃大了 你也白来了 你还不如不来 财不实 法布施的聪明智慧 无微布施的健康长寿 法里面是职佛法 这个道场讲经说法是法布施 临终念佛也是法布施 都在这修行 无微布施里面 头一个就是素食 我们在道场素食 是无微布施 不施众生肉 不给众生结冤仇 那么在道场 你看到一些小动物 要爱护 不要伤害它 这是无微 无微是叫一切众生 离开恐怖 这个叫无微物施 如果像蚊虫 蚂蚁蟑螂这些 我们看着想把他打死 那这就不是无微了 而是杀僧 没有杀害的心 杀害的这个念头 没有杀害众生的行为 这是属于无微布施 持戒是无微布施 持戒的人不偷盗 你东西丢在这里没关系 很放心 这点没人拿过的 你没有恐怖 像这些都是属于无微布施 第二个持戒 持戒善无三业 那么这最基本的 就是十三业道 不杀僧 不淫于 不偷盗 这是僧 僧三业 口有四业 不妄语 不粮食 不悟口 不弃 一三业 不贪 不臣 不吃 与世出世间法 都一样 所有一些戒律的精神 离不开十三业道 所以十三业道 是戒律的根本 第三 忍辱 心贫其虎 无论在什么样的逆境 无论 都要忍 忍 忍 成就自己的德行 成就自己的功德 我们能不能有成就 全靠 你有没有忍辱的功夫 你能忍 就有成就 不能忍呢 往往西游难逢的机会 失掉了 那真争可惜 这一点要认识清楚 我早年在台中 跟李老师修经教 我们不是台中人 就是外地来的 当地的同学 有些对我们很好 有些看我们不顺眼 找麻烦的很多 常常有 那你看你能不能忍呢 那你要不能人掉头就去了 算了我到别地方去了 我们跟老师学习机会是有 我对于这种事情很清楚很明了 我在台中处得好一点同学 我就跟他们说 只要老师没有赶我走 什么人用什么方法赶我走 我都不会走 我们下线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上 我看到了 有些什么人稳请 我去重新的